公子 生了 是男是女 儿子 我有儿子了 不为我们的儿子 你为我生了一个能当帝王的儿子 在赵国为之的营引人永远不会知道 这个在危难中坠地的婴儿竟不是他的骨肉 而是赵姬和吕不韦的私生子 被蒙在鼓里的他沉浸在初为人妇的喜悦中 但这份喜悦转眼间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秦国正在猛攻赵都邯郸 赵人恨死了秦人 身为赵国人质的秦国王孙 在这威城之中刀阻之上自身尚且难保 这个小囚徒的到来不过是偷增烦恼和失落 凭空为赵国多增一个人质而已 然而杨敌商人吕不韦却是异常的激动 因为他赌对了 是个儿子 是个能继承地业 君临天下的儿子 那么吕不韦何出此言呢 这还要从他那一批无意间的回眸说起 当他第一眼看到落魄潦倒的营艺人时 就觉得此人其祸可居 可这一观点却遭到了天下商骨的集体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营艺人不过是秦国太子安国君 二十多个儿子中最不受宠的一个 母亲下级有地位低下 他才被选为人质打发到赵国以赴言赵王 由于秦赵两国连年交兵 在秦国不受待见的艺人 在赵国更是备受冷遇 不仅缺少出行的车马和日用的财物 有时连饭也吃不饱 一点也不像秦国王孙 所以普通的商骨看艺人 就是没有投资价值的垃圾骨 可吕不韦却慧眼独具 他不惜耗费千金资助艺人 先是拿出五百斤 给艺人改善生活置办车马 然后又资助五百斤 帮他结交宾客提升名气 正所谓雪中送炭 永远胜过锦上添花 处在人生低谷的营艺人 很快把吕不韦当成了 自己的恩人和知己 没事就到吕不韦府上串门 结果邂逅便看上了 吕府的歌姬赵姬 吕不韦又忍痛歌爱 把赵姬送给营艺人 营艺人感恩戴德 从此和吕不韦关系更近了 但他永远不会知道 这些馈赠和邂逅 不过都是吕不韦的精心设计 因为早在经商之初 他就参透了一个道理 自古耕田种地 不过获利十倍 贩金卖银 也不过是百倍之德 我若扶起个帝王 将该如何 如今艺人视他为死党 艺人的妻子赵姬 又替他产下有资格 继承秦王位的儿子赢政 有了这两个政治资本 吕不韦的这场豪赌 算是成功晋级第一关 接下来就是如何 打造营艺人这支潜力股 让其迅速增值了 自古以来 以色示人者 色衰而失宠 如今华阳夫人 虽得太子安国君的专宠 却未有子嗣 他日一旦年老色衰 必然失宠 那时华阳夫人该依靠谁呢 吕不韦的一番话 深深地触动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 一旦妹妹的好日子到头 整个迷信族人 也将一损俱随了 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她 瞬间焦虑不安 见她开始上套 吕不韦抛出解决方案 让华阳夫人认迎义人为子 公子常说 她自幼丧母 华阳夫人就是她的生母 她且盼望早日回国 奉养华阳夫人 以尽孝道 吕不韦为义人说尽好话 再加上她出手大方 三两下就说动了 华阳夫人的姐姐 姐姐又把这些话 讲给了华阳夫人 这个吕不韦 倒是有些头脑 华阳夫人是个 极有政治头脑的人 她结合自己的处境 在心中做起了盘算 义人从小就在照顾为之 并不像其他的公子 在秦国有强硬的后台 如果认她为义子 不仅会让她感恩戴德 将来也会相对容易控制 米氏一族的恩储和繁荣 倒是会很可能长久下去 于是便同意了吕不韦的请求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想认义人为干儿子 就得先让她回到秦国 可眼下安国军正帅秦兵猛烈地攻打邯郸 被窥邯的义人 如何才能安全逃离呢 为此吕不韦劝说华阳夫人 以她的口吻 小以利害 劝说安国军退兵 安国军又该如何处置呢 与我修书赵王 速将义人送出城外 若我儿孙性命不保 我将请全秦兵马踏平邯郸 安国军已想听华阳夫人的 又听为儿子盈义人 立即磨难而不沉沦 不久前还给自己添了孙子嬴政 甚是欣慰 便修书给赵王 逼赵国送出盈义人父子 可赵王也不是被吓大的 这盈义人制兆多年 秦国都没有管过他的死活 如今却突然重视起来 这其中必定有缘由 越是如此 就越不能放他回去了 于是不仅加强了对义人的监管 还霸气地恢复秦国 即刻停止攻城 十日之内若不一和退兵 寡人就用嬴氏父子之血 积我长平四十万将士在天之灵 赵王的强硬彻底地激怒了秦国 大秦将士攻打邯郸三年 沿途着邯郸江破 这个时候停止攻城 岂不让大秦将士的血白流了 安国军不愿意拿万千将士的性命 来换取自己儿孙的命 传令三军全力攻城 堂堂大秦 岂能为人质示弱于赵国 丧危于天下 吕不韦欲哭无泪 再不救出赢艺人 自己多年的努力 可就要付诸登流了 齐祸可居的艺人 就真的要变成一文不值的垃圾股了 不 绝不 绝不能半途而废 豁出去了 他散尽家财 不惜用重金开路重返邯郸 先是灌醉了 看守艺人一家的守将 然后又用重金收买了 看守城市的邯郸城买令 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艺人一家 历经艰险逃出邯郸城 我的孙子 好好 风准长木 放恶重重 乃帝王之相爷 可曾给孩子起过名字 名叫赵政 应该叫嬴政 然而 剧中的这个结局 跟历史是有出入的 历史上因为时间紧急 嬴政这一次 并没有跟随父亲一人 逃出邯郸 而是和母亲赵姬 被迫留在了赵国 继续过着人质生涯 惨遭羞辱 几乎丧命 正是这几年的屈辱经历 造就了他性格中的阴冷和黑暗 而他的父亲 盈义仁 回到了咸阳之后 立即按照吕不韦的规划 全力讨好华阳夫人 并改名为 盈子楚 华阳夫人非常受用 使出浑身泄朔 向安国军大吹枕边风 终于给安国军 敲定立盈义仁为合法继承人 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吕不韦 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 他高兴得太早了 殊不知安国军命人暗中查访 发现孙子嬴政 很可能是他吕不韦的私生子 那么 等待吕不韦的将会是什么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